历史上真实的杨广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公元569年刚刚继承了隋国公爵位不久的杨坚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 在这个儿子之前呢杨坚已经和自己唯一的妻子独孤家罗生下了一子一女 而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呢同样也是独孤家罗所生算是杨坚的狄次子 这个男孩出生之后呢杨坚给他取名为杨婴 但是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杨坚又给这个孩子改了个名字取名为杨广 相比杨婴这个名字呢后者显然更被后世所熟知 不管是杨婴还是杨广这个男孩的出生呢对于当时的杨家来说 显然都算是一件喜事 只不过杨坚大概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个男孩的出生日后会给杨家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带来多大的影响 杨广出生的时候呢杨家正处于一个很敏感的时期 当时正是北周周五帝宇文雍在被喜业 就在杨广出生一年之前他爷爷杨中刚刚去世 杨家的基业呢基本都是杨中奠定的杨中早年出生底层 但是在北魏末期的那个乱世当中呢杨中靠着自己过人的智慧和勇猛逐渐爬了上来 后来北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 杨中则是选择了西魏并且给西魏立起了汉马功劳 杨中虽然半生都在为西魏征战 但是到了杨中晚年的时候呢 西魏却被宇文家篡权建立了北周 宇文家的篡权对于杨家来说呢 原本倒也不算是一件坏事 因为杨中本就是宇文家的支持者 但问题在于北周开国之后 皇位虽然一直都在宇文家的手里 可是权力却有宇文家的一个旁系成员宇文户把持 对于掌权的宇文户呢 杨中并愿意依附 所以到了杨中人生最后的几年里呢 杨中在北周内部基本上就处于一种靠边站的状态 多亏了当时北周有外籍环色 杨中都是宇文家最倚重的一个大将 所以呢 杨中虽然在朝堂上被排挤压制 但是掌权的元户 却依然不敢太为难他 甚至在北周开国之后呢 还要给他一个隋国公的爵位 而到了公元568年 也就是杨广出生一年之前 已经62岁的隋国公杨中 终于是因病去世了 而杨中去世之后 他这个隋国公的爵位 自然也就落到他的长子杨坚的手里 而杨坚继承了隋国公的爵位之后 处境则是同样十分艰难 一方面呢 杨坚当时只有28岁 自身也没有多少军功和声望 除了他爹留下来的爵位和权势之外 自身拥有的其实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呢 当时虽然是元庸在位 但权力大都掌握在宇文户的手里 杨中活着的时候 就因为不肯站队到宇文户那边 被宇文户排斥 宇文户也曾经建立拉了我年轻的杨坚 而杨坚同样也拒绝了 如今杨坚继承了爵位 成了杨家的顶梁柱 自身又没有什么声望和战功 更要命的是杨坚的老丈人 也就是独孤家罗的生父独孤县 早在十年之前呢 还曾经计划武力除掉元户 最后被逼自尽了 在这种情况下 杨坚但凡有点什么疏漏 犯了什么错误 结果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杨广出生的时候呢 杨家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的 虽然看起来是高门大户 有工学学位在身 杨坚年纪轻轻的 也已经继承了父亲的权力 成了军中的十权将领 但实际上 当时杨家的情况呢 可以说是举步为鉴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彻底家破人亡 不过呢 杨广的出生 却似乎给杨家带来了一些好运 此后的十二年里 随着时局动荡 杨家的处境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呢 在杨广四岁那年 也就是公元572年 皇帝宇文庸发动了政变 直接干死了大权臣宇文庫 彻底赌上大权 随着宇文庫身死 一直悬在杨家头上的一把刀 算是彻底消失了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呢 宇文庸掌权之后 为了拢过下边这些大臣 直接选中了杨奸 和杨奸结成了亲家 就在宇文庫被杀不到一年之后 皇帝宇文庸便听自己的儿子宇文云 向杨家求亲 求娶杨广的大姐杨丽华 所以在这之后呢 杨广的大姐直接成了当朝太子妃 这对于杨家来说啊 显然是喜上加喜 非但如此 就在杨家大姐成为太子妃之后 不到两年 随着皇帝宇文庸彻底掌握了大权 宇文庸就开始对外扩张 对东班的北溪开战 原本宇文庸也只是想着 能够多打进一点地盘里 但没想到的是呢 当时的北溪正是昏君在位 所以后来呢 这场接触战直接打成了密国战 接近一年多以后 北周就彻底吞并了北溪 在北周吞并北溪的战争当中呢 杨奸也开始率领军队 逐渐立起了很多战功 在军中打出了自己的声望 此时的杨奸终于不再是那个名不符实的隋国公 而是真正拥有足够的军权 成为了北周内部少有的实权派人物之一 更幸运的是呢 就在北周刚刚灭掉了北溪不到一年之后 皇帝宇文庸就突然去世了 宇文庸去世之后 原本作为太子的宇文庸 自然就成了新的皇帝 这一年 杨广刚好十岁 随着宇文庸进成了皇位呢 杨广的大姐杨丽华 瞬间就成了当朝皇后 而杨奸则是成了当朝国障 再加上杨奸之前刚刚立下了大功 在军中也属于那种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人物 所以此时的杨奸 瞬间就成了整个北周高层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 但是呢 骤然全是膨胀 对于杨奸来说 既有好的一面 也有坏的一面 虽然杨奸现在有了实权 但同时也招来了新皇帝宇文庸的忌惮 所以呢 宇文庸登基之后 对自己的这位岳父杨奸 那是相当的忌惮和猜疑 当然了 宇文庸也不只是对杨奸一个人参议 实际上呢 当时在北周内部 还有好几个宇文家的王爷 权力和地位都排在杨奸之前 要论参议的话 宇文庸显然是对那几个宇文家的王爷更重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宇文庸登基之后呢 就开始大力清理宇文家的几个王爷 导致宇文家的宗使力量大幅衰减 至于杨奸呢 则是再次开始韬光养晦 甚至自省卖调 去了南方领兵对抗南臣 杨奸这样做 既是为了远离中枢 同时也是为了借助军队保全自己 但即便如此 宇文庸依然对杨奸非常不放心 后来呢 宇文庸干脆荒唐的立了五个皇后 还一路要刺死杨奸的大姐杨丽华 至于原因呢 只是因为杨丽华太过端张 让宇文庸挑不出错 后来还是杨广的生母独孤家罗 进攻不断给女儿求行 当众为宇文庸磕头 甚至还磕出血来 这才保住了杨丽华的幸运 宇文庸的存在呢 无疑就成了杨家头上的又一柄刀 但讽刺的是啊 这柄刀仅仅只存在了两年之后 就消失了 因为宇文庸登基之后 仅仅只过了一年 就想尝试一下做太上皇 所以就把皇位让给了自己的长子宇文庸 而宇文庸占位之后呢 因为终于过渡 仅仅过了不到一年之后 就去世了 随着宇文庸去世 北中的内部局变呢 再次瞬间大变 宇文庸去世之后 在位的小皇帝宇文庸 仅仅只有八岁而已 根本无法处理朝政 宇文庸虽然不是杨丽华所生 但是杨丽华作为前朝的正宫皇后 此时还是可以作为太后摄取权利的 最重要的是啊 就在宇文庸离死之前 杨坚匆匆赶回了京城 联合了几位中枢近臣 篡改了宇文庸的遗诏 让杨坚服从皇帝 所以呢 宇文庸去世之后 大权瞬间就落落到了杨家的手里 此时的北周 宇文家的几个十全王爷呢 都已经被宇文庸打压到差不多了 而杨坚在不久之前呢 刚刚自行外调 控制了南方的军队 北周的大部分军队 基本上都在杨坚的控制之下 而且呢 杨坚本人奉命辅政 杨坚的女儿呢 还是当朝太后 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自然已经水到渠成了 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呢 杨坚先是把京城以外的宇文家王爷 全都召了回来 然后解除了他们的权利 同时呢 地方十全派将领 律师雄等人 不满杨坚八十大权 所以就起兵反抗 但是后来还是被杨坚镇压了下去 随着玉石雄等人被镇压 整个北周内部 已经再没有了任何力量 可以反抗杨坚篡权了 所以呢 公元581年 杨坚正式逼迫宇文产山位 自己抢过了皇位 建立了随朝 这一年 杨广13岁 以上所说的这段历史呢 基本上杨广只是一个见证者 基本没有任何参与度 这倒也不奇怪啊 毕竟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杨广还只是一个小孩 什么都做不了 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 童年经历的这些事情呢 对于杨广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恰恰产生了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广的童年呢 亲眼目睹了宇文家是如何压制杨家 这让杨广明白 只有权力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 只有拥有最高权力 才能让自己更加安全 杨广的童年 亲眼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杨洁 是如何忍辱负重 装作对权力毫无兴趣的样子 麻痹了宇文家三代掌权者 最后成功篡位 这让杨广明白 做人有的时候 还必须学会要伪装 杨广的童年呢 基本上接受的也都是精英教育 自从他出生开始 他爹就已经是一个国家内部地位 最高的男人之一了 这导致杨广从来没有接触过平民阶层 更不关心平民百姓是怎么生活的 所以这些经历让杨广误以为 这里一个国家 只要管好精英阶层就可以了 至于老百姓的死活 老百姓怎么过日呢 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正是童年和少年时代 耳濡目染的这些事情 最终塑造了杨广的性格 同时也导致了隋朝二世而亡的悲剧 当然了 在隋朝刚刚开国的时候呢 这些问题还只是眼花而已 随着隋朝正式开国 当时只有41岁的杨广 便打算开始实现自己的理想 彻底统一天下 自从西晋灭亡以来呢 中原地区已经分裂了200多年的时间 在这200多年当中 中原内部虽然也曾经有过数次统一的机会 比如最鼎盛时期的前秦 或者拿下关中之后的流域 但是最后呢 他们都错过了统一的机会 直到此时 杨坚又来到了这个阶段 有了统一天下的希望 杨坚接手的北州 不但统一了北方 而且还占领了四川地区 以及京江地区的一部分 比之三国末期 灭亡之前的晋朝 此时的隋朝只强不弱 完全有统一天下的希望 但同时呢 隋朝如果想要彻底统一天下 除了要面对南辰政权 带来的挑战之外 还要面对北方草原上的突厥 此时的突厥呢 正处于最鼎盛的状态 随时都有可能威胁隋朝的北方 想要在挡住突厥的同时 南下灭臣 这个难度也不算低 不过呢 就算难度再高 总归是有统一天下的希望 所以接下来 杨坚就制定了 先北后南再北的策略 首先击退突厥 确保隋朝北县的安全 然后再派大军南下 彻底灭了南辰 等到统一中原之后 隋朝可以集中力量的时候 再去北方彻底解决突厥 按照这个思路呢 接下来的几年里 隋朝派出大军和北方的突厥交手 在此期间呢 杨坚采纳了名将长孙胜的建议 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 拉一派打一派 最后把突厥给打分裂了 随着突厥分裂 突厥内部开始长时间内战 隋朝北县的安全呢 暂时无忧 接下来的关键 就在于如何灭了南辰 在和突厥交手的这几年当中呢 隋朝其实也没忘了南方的南辰 一直在不断派兵洗澡 干扰南辰的耕种时间 削弱南辰的国力 再加上南辰当时正是著名的 昏军陈叔宝在那期间 这对于隋朝南下灭陈呢 自然就更加有力了 所以到了公元588年的时候 已经暂时解决了突厥的隋文帝 正式开始集结大军 准备对南辰发起灭国战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阳间的面前 到底该派谁去统领这支大军 完成对南辰的灭国行动呢 要知道灭南辰和击退突厥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旦灭了南辰 就等于是帮助隋朝彻底统一的中原 结束了中原地区200多年南本衰裂的局面 不管是谁去打这场仗 只要能完成目标 注定都会名垂青史 成为一个永远被后世铭记的角色 同时呢 任何一位将军 只要完成了这个任务 瞬间都会拥有难以想象的声望 这对于阳间的皇位来说 绝对是一个超级大的威胁 所以呢 思量再三之后 阳间就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安静让自己的儿子领兵 同时让那些名将去给自己的儿子打架手 如此一来呢 就算最后灭了南辰 功劳也是老杨家的 不会出现那些下面将领伟大不掉的情况 而这样一来的话 又该挑哪一个儿子上场呢 和其他皇帝不同啊 阳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只有独孤皇后这么一个妻子 所以阳间的所有孩子 也都是独孤皇后所生的 独孤皇后一共给阳间生了五个儿子 这其中年龄最大的 是张子杨勇 但是杨勇当时已经是太子了 不可能外出领兵作战 所以灭南辰的这个任务呢 就只能交到了自己的嫡次子 杨广的手里 就这样 公元588年 年仅20岁的杨广 率领了50多万大军 正式对南辰发起了灭国战 这是真正的潜无古人 在杨广之前呢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 可以同领50多万大军 哪怕是当年的战争天才获取病 麾下指挥的 其实也就只有几万的精锐骑兵而已 至于说几十万军队全线出击 翻翻之前上千年的历史 其实也就只有那么几次而已 而那几次 没有任何一次 是由20多岁的年轻人来同领的 光凭这一项 杨广就可以名垂青史了 不过呢 在这场战争当中 杨广作为统帅 发挥出来的作用其实相当偶先 这主要是因为呢 杨广能够坐上随军统帅的位置 本来就是为了挂名的 真正干活的呢 其实还是下边的那些随军名将 坐镇中书居中指挥的 是隋朝开国名将高炯 在前线坐镇的是杨肃 赫若碧 韩秦虎这样的顶级牛人 而且当时随军兵分八路 杨广名义上是随军统帅 但是真正归属他指挥的 其实只有五路 另外三路呢 则是归杨家老三杨俊统领 同时呢 这八路大军背后真正指挥的 是坐镇京城的隋文帝 至于杨广的工作 基本上就是高炯给他输主意 然后他把自己的命令写出来 盖上自己的章 下发到下边的军队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呢 隋朝之后的唐朝 史官对杨广的评价很低 所以很有可能在写历史的时候 也故意抹去了一点杨广的贡献 这就导致历史上出现了很有趣的一幕 杨广作为一个全军统帅 率领五十多万军队南下灭臣 最终成功 但是在整个战争过程当中呢 那些名将打得很出刹 但是杨广本人 却好像是一个打酱油的 不管真相到底如何 总之呢一年之后在隋朝的全面压制下 南臣终于是被彻底吞并了 21岁的杨广完成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举 如果没有后来的那些事情呢 哪怕杨广就此躺平 杨广这个名字 也可以出现在古代军事史上 并且成为军事史上最闪耀的一个名字 未必比霍去病这个名字逊色 但问题就在于杨广不想躺平 有时候呢不想躺平也是一个麻烦 当杨广灭成归来 再次站到朝堂上的时候 杨广看着站在自己前面的那个人 忽然觉得越看越生气 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呢 是他的大哥杨勇 对于杨勇 此时的杨广并不服气 历史上真实的杨勇呢 其实更像是一个文艺青年 他喜欢诗文 太子府内招揽的呢 也都是一些文学愤青 至于在政治上 杨勇其实并没有太多作为 而且他似乎也不喜欢政治 相比之下呢 杨广就不一样 年轻的杨广才华横溢 在诗文上急剧才行 他写出的 寒牙飞树点流水绕孤村 那是流传千年的名许 在军事上呢 杨广前无古人 二十岁便一统天下 在政治上 杨广更是积极进取 政治眼光和手段呢 都比杨勇强了太多了 但问题是 就是因为杨广晚生了几年 所以他就是当不上太子 嫉妒的种子一旦种下 迟早会生分发芽的 如果杨广没有灭南臣的贡献 或许还不会想到去夺敌 但是恰恰是灭了南臣之后 这份功劳让他的地位迅速提升 野心也极度膨胀 所以灭了南臣归来之后 杨广开始打算夺敌了 但是想和自己的亲大哥竞争 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呢 能决定谁当太子的 只有他爹杨坚 而杨坚本人 当时显然是不想让杨广和太子 按照杨坚的规划 长子杨勇未来会继承国家 去做的一代人军 至于次子杨广呢 则是会走杨边大漠 流明清史的名将路线 成为一位千古名将 这个安排本该是最完美的结局 但问题就在于 杨广不愿意接受 杨广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呢 因为少年时代 他耳濡目染的 就是那些权谋公斗 他知道只有绝对的权利 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他更知道 如果将来真的是由杨勇继位 而自己成了所谓的千古名将 最好的结局也是自己打遍天下之后 被自己的亲大哥猜疑 然后软禁京城 再也没有任何权利 运气不好的话 那可能就直接被杀了 所以呢 最好的选择 就是自己去做皇帝 只有自己去做了皇帝 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报复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呢 杨广开始发挥自己 善于伪装的特长 将自己尽量伪装成 父母最喜欢的那个孩子形象 在军事上 杨广死后多次率军出征 平定江南怕乱 击退突厥进攻 虽然实际工作依然是其他人干的 但名义上还是他同名 在生活上呢 杨广极度简朴 因为隋文帝喜欢这样 在私生活上 杨广只宠爱自己的正妻消逝 至于宠切之类的呢 杨广最多也就是拉出来凑数而已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讨好自己的生母独孤史 因为独孤皇后是典型的 亦夫亦妻治的支持者 不喜欢看自己的儿子乱搞 在政治上呢 杨广积进去 不但在朝堂上非常活跃 对朝臣礼壤恭敬 私底下还拉拢了杨素 宇文术等一批实权大臣 积极为他谋取太子之位 如果不考虑后面那些事情呢 单从一个王爷的标准来说 杨广几乎可以说是 中国古代最完美的王爷 他做到了古代对一代贤王的所有定义 这种贤明王爷的形象呢 基本上只能出现于小说当中 被后世虚构出来 但是在政治上 杨广做到 反过太子杨勇呢 那就真的只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而已 他喜欢诗文 喜欢奢华的生活 喜欢养一堆漂亮的世界 这些事情呢 如果单从太子身份来说 其实也不算过分 但是有杨广在旁边做衬托呢 瞬间就高下立趴了 所以比了快十年之后 杨坚终于觉得 还是老二杨广做太子更好一些 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杨广似乎都更适合继承皇位 就连作为生母的独孤士 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公元六百年 杨坚正式下旨 废除了杨勇 改立杨广为太子 随着杨广被立为太子 朝野上下很快就是一片赞誉 因为所有人都相信 杨广未来一定是一个好皇帝 至于杨广后来做的那些事情呢 当时没有人能预判到 如此又过了几年之后呢 独孤皇后去世 隋文帝杨坚也逐渐病重 杨广即将接班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 却是一个千古之谜 据史书记载 杨坚病重的时候 杨广作为太子 自然要在旁边侍奉着 不过按照公理的规矩呢 晚上太子是不能留在杨坚身边的 而在杨坚病重的那个夜晚 杨广为了了解情况 曾经写过一个小纸条给里边的人 想要问问杨坚的情况 但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这张纸条 莫名其妙的传到了杨坚的手上 没有人知道 杨坚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 有可能是迷流之际呢 杨坚脑子瞬间清醒了很多 意识到天底下不可能有这么完美的太子 也有可能是呢 杨坚误以为杨广见到他病重 忙着篡位 而且据说当时杨坚身边有一个宠爱的陈夫人 这个陈夫人还说杨广亲过了他 总之呢 拿到这份小纸条之后 杨坚忽然下令 要召回杨广 改立杨广为太子 但是在这之后呢 在杨坚病重的那个深夜 杨广麾下的心腹大臣张衡 进入了杨坚的寝宫 然后天亮之后 大家发现杨坚死了 没有人知道杨坚到底是病死的 还是被杨广派人给弄死的 所以这件事 后来都成了一个千古之谜 而在演艺小说当中呢 杨广则是彻底背上了师父的黑锅 不管真相到底如何 总之呢 在这之后 杨广确实是继承了皇位 成为了隋朝新的皇帝 望着下面贵府的大臣 杨广忽然就觉得雄心万丈 从这个开始 国家是我的了 我可以随意施展我的政治抱负 想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坏就坏的来 杨广想要随意施展 所以接下来呢 局面就开始逐渐失控了 杨广刚继位的时候 从他爹手里接过来的 是一个极为复数的隋朝 隋文帝不光生活坚朴 在执政理财方面呢 也是一把好手 在他二十多年的治理下 隋朝不但统一了天下 而且还攒下了非常雄厚的家地 杨坚一代人 几乎就完成了当年汉朝文景之治 两代人的积累 但问题在于 杨广太能败家了 此后的六年时间里呢 杨广先后上网了好几件超级工程 比如说开创科举制 千诺洛阳 在各地建造工店 修造大运河 多次出巡 争讨突厥土域活源高沟利 这些事情呢 不管哪一件单淋出来啊 好像都是对国家和历史 产生深远影响的好事 但问题就在于 当这些好事全都聚在一起的时候 老百姓就受不了了 对于后世的历史爱好者来说呢 杨广身上最大的争议焦点 就在于此 杨广本人做的这些工作呢 基本上都是立国立民的好事 开创科举制 可以打破世家大族对上升通道的控制 迁都洛阳 可以摆脱关笼集团的束缚 修造大运河 可以沟通南北 确保以后不会再出现南北朝那样的历史 多次出巡 可以更好地知道国家的情况 争讨突厥土域活源高沟利 那是因为他们确实威胁到了随朝的边境安全 毫不客气地说 为什么后世上千年的历史上 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南北朝那样的历史呢 根本原因啊 其实就在于杨广之里 因为杨广开创了科举制 以及大运河的完成 光是这个贡献 就大得难以想象了 就连后世最为争议的大秀宫殿 其实也不是全是为了享受 杨广建造的这些宫殿呢 本身也是一座座战争堡垒 每一座宫殿当中 都留有大量的武器装备 随时都可以使用 这些宫殿其实也是在强化随朝的统治 但同时呢 当这些事情全都在短短六七年之内做完 那对老百姓来说啊 绝对是一场灾难了 后世的历史爱好者呢 或许会对杨广存在争议 但是对当时的隋朝百姓来说呢 恐怕就不会了 因为杨广上台之后的所作所为 直接导致隋朝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暴敌 甚至连吃饭都吃不起了 还得被拉去当壮丁 不是去挖任何修工店 就是睡外边打仗 对于隋朝的普通百姓来说呢 杨广的那些抄袭工程啊 本本就是噩梦 至于那些工程对后世的意义 就算再大 但这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 老百姓想要的 其实就只是一个丰衣足食而已 但对这一点杨广不懂 因为杨广从小接受的是精英教育 在他的世界观里呢 皇帝才是最重要的 手里有了权利 下面的人就得为他服务 去实现他的野心和理想 至于百姓 他们生活的怎么样 和自己有关系吗 杨广甚至偏执的认为 隋朝的人口还是太多 最好解缘一多半之后才合适 所以杨广登基七年之后 经过连续数年的压迫 隋朝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大乱子的临界点 如果杨广此时及时收手 或许还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杨广偏偏选择继续行动 选择从全国争调了上百万的军队 去征讨高构力 结果呢 征讨高构力这件事 彻底成了压垮隋朝的最后一根刀草 当杨广率领百万大军 连续三年在辽东地区作战的时候 已经饱受摧残的中原百姓 趁势接干而起 最开始的时候呢 隋朝还能轻易镇压 杨广也没把这些问题放得严厉 真正的转折点 发生在杨广征讨高构力的第二年 这一年呢 就在杨广在前线和高构力死磕的时候 杨广身后负责后勤补给的隋朝大贵族杨玄杆 忽然发动了叛乱 企图彻底截断杨广的规律 改朝换代 可惜因为杨广赶指挥失误呢 最后还是被杨广给平定了 如果杨广赶成功了 或许后面他没有那么多事了 杨广赶的起兵呢 导致杨广在前线的战事彻底崩溃 再加上杨广本人指挥能力确实不强 当他真正独立领兵的时候 问题就开始凸显出来了 所以呢 隋朝上百万的精锐 最后都舍在了辽东 而当这上百万的精锐 全部折损干净之后 杨广就再也压不住国内农民军了 此后的几年里呢 各地农民军起义越来越多 杨广的统治开始全面崩坏 最后呢 杨广开始不得不选择离开长安 但是最后一部分精锐 前往扬州地区 打算依靠最后一部分精锐 偏安江南 如此呢 大业十二年 杨广离开了长安 前往扬州 而随着杨广本人离开长安 隋朝在北方的统治呢 就开始彻底崩溃了 同时在这之后 起兵造反的 不再是单纯的农民军 而是各地的隋朝贵族或者官员 尤其是到了大业十三年 这一年 很多隋朝末年的歌剧枭雄 比如李渊 刘伍舟 薛举 肖贤等人 都开始陆续起兵了 随着这些人逐渐起兵呢 隋朝开始彻底没希望了 因为杨广之前统治天下 依靠的就是这些人 如今百姓反对他 这些官员也反对他 杨广等于是走到了穷途末路 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了 还能控制的就只剩下了洛阳地区 以及江都地区而已 而当时间来到了大业十四年之后呢 在扬州地区的禁军当中 开始流传出一个传言 大家传闻 杨广似乎不打算再回答长安了 而是想要永远留在江都 对此呢 下面的士兵几乎都不支持 因为大家都是关中地区的人 如果永远留在江都 那就等于是大家要彻底告别家人和朋友了 所以在这之后呢 禁军当中陆续开始出现逃兵的现象 一些高层的禁军将领 甚至开始直接打算洗劫江都 然后带着扬州地区的财富 返回关中 再也不管阳光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一个名叫宇文治级的奸臣 站得出来 穿握禁军的几个统领造反 并且提议 让自己的大哥宇文化级做带头人 在宇文家兄弟的穿握下呢 最后禁军放弃了洗劫江都 而是开始打算直接发动政变 干掉阳光 于是呢 大业十四年 公元618年 三月初十 在那个深夜 禁军忽然发动了叛乱 杨广本想换上衣服逃走 但是却被禁军堵住 此后呢 杨广要求自己饮毒酒自尽 但是几个禁军的头领 却拒绝了他的要求 直接将其勒死 就这样 一代暴君杨广 最终死于三尺白铃 而随着杨广身死 随朝就彻底亡了 这就是杨广的故事 或许啊 一直到死 杨广都没有能想明白 为什么自己明明这么努力的工作 最后所有人却还是要积极反对自己呢 杨广大概永远也不会明白 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的 从来不是一两个人 或者少数高层大臣 而是那些看似普通的百姓 那些似乎一直默默无闻的云云众生 和杨广这位皇帝相比呢 老百姓 其实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很明显的默无一项 我们来讲述偶像尸过 对 我们来讲述偶像尸过